我看到一位师父,他自己 已经得到这个我是佛的国位 他跟我们讲,才有用 怎么那么奇怪 刚刚师父说了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应该有一位名师 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法脉 佛为什么不传给我们? 观世音菩萨千处其咎 千出现 为什么他不出现给我们 而应该透过一个反复的身体呢? 答案就是这样子 观音菩萨无所不在,没有错 不过我们不会看到他 他在面前我们也看不到 因为我们的那个思想和振动力 是太粗糙了 他就不一样 他们的那个振动力 身体很维系很维系 我们无法看到 在那个悠加南达之传 悠加南达 你们知道吗? 对啊,对啊 他是一位印度很著名的瑜伽 他修行很好 他的师父啊 师父的师父啊 是那个所谓的爸爸姬啊 他华一千多年了 他的生命已经很长寿 他在喜马拉雅 华了好久好久啊 不死了 有一天 那个他的师父 师父那个 华了一千多年那个 来看他的师父的时候 他的师父很气动啊 他赶快回去弄茶给她们喝 他赶快回去弄茶给他们喝 他赶快回去弄茶给他们喝 他赶快回去弄茶给 Чтобы出去 结果出去又再看不到 他要学习一千多年 那个人 原因是 investir dannуют 这故事师父有讲过了 太阳光我们怎么能躲呢? 你们能不能想象? 能不能想象一个人躲在太阳光里面 人还找不到 不能想象 不过这个事实是这样子 这个不修行的人不懂 像我们刚刚那位同修、报告 他说有的时候师父不见了 师父去哪里呢? 跑到哪里去了? 这身体三十多公斤、怎么能跑那么快? 三十多公斤 从虽然是不重 不过有重量 不过忽然这样飘到哪里去了? 那躲起来了 躲在光里面找不到 有一些身体很维系 如果我们眼睛 我们那个天眼没有开 我们看不到 我们凡复的心一动出来 就看不到 像你们打桌 修观音访门的时候 有的时候看到佛的境界 然后就高兴啊 这佛跑掉了 他怕我们 不是 因为我们的心不平常 所以佛在跑 以后我们修高一点 我们就是佛 不是我们看到佛 而我们是佛的 那个是很高的境界 不过很小人得到 除了修观音访门 我可以说没有人得到这个境界 奇怪 其实修观音访门 也不是每个人能得到 昨天我们谈这个金山和佛的境界 有没有记得 他那个救病的能力是非凡的 不可思议的 你们都知道 有没有看金山和佛的故事 他用什么东西救病 你们知道吗? 用什么? 用什么? 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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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为什么我们多数的人念佛 不能够一心不乱 因为我们不能相信 因为我们看不见的佛 问题是在这里 并不是说我们不喜欢相信佛 而我们不简单相信他 而我们看不到他 金善和佛有一天 被请到一个暑假 在家的人就一位妇人的病 一位警察的大官的妇人 他一进来就赶快抱那个妇人 然后开始用痰送过去 送过她的口那边去 妇人当然从来没有碰过这种佛 赶快要逃走 然后她的丈夫也是很生气 所以当然来带她妇人回去 另外一位妇人知道这个情况 可喜可喜啊 你们不知道她的治病的方法 任何的她的身体的东西都是神要的 不过即使是如此 我也应该讲清楚 也是很不简单的 我们多数的人呢 我们也不能怪我们多数的人 假如说给我们普通人呢 也不能喝啥气 假如说给我我就不喝了 我很对不起 金善和佛 我就讲真话 所以有的时候 所谓的佛菩萨不敢出去度人的 因为世界是电倒 真正的好的东西 我们认为不好 坏的东西 毒药 让我们的招慢心出来 让我们的病啊 痛啊 生气啊 出来 我们认为